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开市感囊 首先跟大家跟进 介绍外围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有变动不大 指数收市就各别发展 美股上星期做好 投资者都转趋官网 市场就预期了 环球主要央行中的加大刺激措施 理好了市场气氛 被科技和保险类股份的下跌抵消了 盗瓊斯指数收市就报26835点 上升3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2978点 微跌不足1点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收市报8087点 跌15点 药基股安进收市就跌2.6% 有分析员质疑公司肺炎药物的数据 科技股当中 微软收市要跌超过1% 而银行股上升都为美股带来支持 标普银行股指数高收3.2% 能源股都跟随油价更好 至于在美国上市的港股如拓整卷普遍向上 匯控指入港元报58.71 中移动报65.78 中联通报8.14 中仁壽报19.09先 中开邮报12.06先 中石化报4.7 中石邮报4.14 欧洲主要股市就个别发展 法兰克福股市就上升 投资者就预期 柏林政府将会推出刺激经济的措施 另外德国7月出口增长0.2% 令市场就起出望望 而汽车股也有支持 带动股市做好 法兰克福Dex指数 收市部12,2226点上升34点 而伦敦股市就偏远受到英镑上升所影响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7,235点下跌46点 至于巴黎Cat指数 收市报5588点下跌15点 商品期货方面 原油期货的价格就上升 沙特阿拉伯新任石油部长重申 维持限制产量去支持油价政策 支持油价做好价 5月其油收市报每桶 57.85美元上升1.33美元 伦敦布兰特其油收市报每桶 62.59美元上升1.05美元 沙特新任石油部长表示 每日减散120万桶原油的全球协议继续存在 指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等非油组成国联盟 长期存在 金价方面 外围金价跌至超过两星期的低位 纽约期金收市报每桶市 1511.1美元下跌4.4美元 美元会价方面 美元兑港元报7.8389 日元107.43 欧元1.1042 英镑1.234 瑞士法郎0.9926 加元1.3175 澳元0.6861 美国负债券方面 1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1.650 3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13 接着跟大家跟进一下港股的开市表现 看到恒指今早高开150点 但现在的升幅在收窄 现在升大约97点 波起26,777点 而过期指数在升40点 波起10,456点 而大股成交金额暂时是57亿元左右 A股方面 看到主要指数暂时偏远 譬如上证指数为例 跌7点 波起3016点 而深证跌16点 波起9985点 而创业版指数刚刚跌转升 微升1点 波起1734点 这一节都跟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会有其他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 要材MoneyHunter提提你 现货黄金卖入价1489.47美元 卖出价1489.99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17.8127美元 卖出价17.862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材MoneyHunter提供